F1 睽違四十一年 再次降臨不夜城 拉斯維加斯站 大家都很興奮 主持人也是熱血沸騰 他從美國的選手 是SERGIO CHECKO PARIS 修丹姐這個氣氛怎麼不太對 激昂到不行的BRUCE BARFORD 是 是UFC格鬥的主持人 結果紅牛車手SERGIO PARIS 竟然露出了尷尬又不失禮貌的微笑 而且口中還說著 我現在該怎麼辦 讓車迷笑翻 說這是二零二三年賽季 看過最尷尬的場面 而回到比賽當中 已經提前年度瘋狂的MASMA STOPPEN 又是以第一名抽現 原本大家以為沒戲唱的SHAW LEGNER 在抽現前的最後一刻 帶來意外驚喜 SHAW LEGNER內線強硬超車 最終拿下第二名 趕位出發的他 雖然沒能奪得分戰勝利 但至少最後讓紅軍車迷嗨起來 巨紅牛車手則是包辦一三名 大家歡樂的搭車去頒獎台 MASMA STOPPEN想跳過頒獎 也是應該沒問題 因為本季二十一戰 他已經拿下十八勝了 而他旁邊的隊友PARIS 也確定獲得年度亞軍 華視新聞李英文報導 哈囉 我是李明銳 想要搶先掌握最即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